小店雷刷出來嗎 像自己比較稀有的表現 特會出來比較好的 我都會買 那這小店還帶不帶呢 很糾結 小店不帶的話就不帶這個法術了 換個冰 帶刺客感覺也沒那麼好 那還是帶著那個小店吧 畢竟 嗯 進攻 有個小店沒有那麼怕地獄 又是公主塔嗎 難道 公主塔有那麼厲害 這麼多年代 哎呀這個小店都沒有用啊 下法師下法師 這個要扛一下 稍微下近一點 哎呀沒有打到 稍微下近一點能在他法術丟出來之前能多打幾個回合 玩一下第1的火箭自幣卡組啊 上個月天梯不是一直在玩火箭自幣卡組嗎 玩的很多啊 這麼早要體驗一下吧 哎呀 哎呀應該是 哎呀應該是 倒下做血 倒下做血 想看看覺醒飛動啊 覺醒飛動跟沒覺醒一樣啊 沒有什麼看點 沒有什麼看點不強啊 打人家贏不了 這玩意覺醒了沒什麼用啊 應該沒有人帶這個覺醒飛動 所以如果你玩飛龍的話也別對這個覺醒飛動有太高的期望 真的不太行 哎呀還是被他給打起來了啊 哇這個火箭的實際也是非常不錯 來一個覺醒野蠻人攻城槌 給他電眼一下 能衝進去啊 覺醒野蠻人攻城槌其實是挺厲害的 但是 他比較怕刀塔 因為刀塔能給他秒掉 這可能是他唯一的缺點 OK 擋一下 給砍花毛吧 不要讓我們的塔轉移傷害其實就可以 有皮卡 我們就沒去頂兵了 大家皮卡像在這麼靠前的話我們還是可以 敲頭 有一點點的傷害啊 這邊開三個技能 扛住了 小骷髏還是什麼 有電法嗎 小電 再電一下 破掉 破不掉 但是一個鑑魚是夠的 有一個鑑魚好像111啊 不夠 再來個虛弧法術給你打電 有一個鑑魚 衛隊豬現在環境好嗎 衛隊佐佐 衛隊豬佐 我看他遇到進化電塔就死定了 他一直撥進化電塔 賺再多多費 在他的進化電塔那一波 還是打不進去的 這麼早幹嘛啊 早點撥啊 早點撥啊 晚上可以早點休息 這一回是刀塔 但是我們不敢下火法 火法比較容易吃法術 這個時候就像火法下的比較靠前 下魚鉤的話我們也是能把家具給解掉的 不下的話就直接把他給解掉 再點他解我們的火法 我們再考慮開不開技能 可以開啊 沒有刀 開個技能 小店你好 沒砍到 漂亮 家具有沒有好 這個時候得算一下 他下了兩張牌 家具沒有好 其實就不用急著下法去解他 可以直接成皮卡 哎呦他的家具好了 哦 要這麼挺難受啊 只能這樣啦 下個虛弧法術先打了一點點的血量 技能再開出來 再墊一下 這一波很虧啊 他還是有魚鉤的 但是他這 沒有刀的情況下這攻擊水非常容易衝進去啊 而且他也不一定帶果木啊 但是他這個小子有電塔 非常可惡 把這個電塔給衝掉吧 衝一下 但是黃毛應該是保不住的 左邊這個塔 滿刀的情況下能直接把那個黃毛給秒掉 下幽靈的話有地面嗎 這一波有鳳凰 小王子 地面沒有下過啊 我們下個幽靈 跨攻能玩嗎 跨攻排擊炮 帶一堆炸 大毛 魔法向前面 看看對面怎麼逆對呀 下去波 能往前走嗎 走半步 打不到塔 很可惜啊 這個時候我們 哎 還是被打了嗎 我去啊 這挺難受呀 小王子跟上 鮮魚加這個 修用法術得打了 完了 完了 這把要輸了 有點危險 活他沒有大法術 這個塔不一定能斬他掉 這邊下降個火法 能砍一刀嗎 砍到了 皮卡在頂上 剛好 卡路他的續航法術 這塊應該是不用管了 鮮魚有小墊 這一波怎麼說 墊塔 這個一刀砍掉 補個小墊 因為一刀是不夠的 皮卡在這邊一刀被他砍掉 這波必須得向大家追究他的法術得到不夠 小王子急 預判他 小王子急 預判他 還打到我的光啊 不過 光打攻擊塔也不夠啊 畢竟我們還有兩百多血 就給他守下來 直播嗎 直播 對面這套環境好嗎 環境挺好 對面這套就簡單 他這套卡組比較簡單 但是遇到一些比較自閉的卡組啊 也是不太好防的 昨晚為什麼沒播啊 昨晚休息了 發了動態 不知道你們會不會看我虎牙的動態 為什麼沒有傳頻彈幕啊 不知道 倒算了是 別打聽 你看 過幾天可能就有了 哎呦 你這很猖狂啊 電塔 騎士加公主 一下花了10費 我可什麼都沒幹啊 我賺了10費 我看你怎麼防 直接給火火刀我肯定要吃火箭 我們稍微晚一點點再跟 還敢丟 直接不管了 好啊 劍與你好 不要少這個啊 肯定有團伙的 沒有團伙 帶電就知道沒有團伙 再開個技能 這屬實是有點傷狂了 還得守住吧 左邊這個攻擊球要不要跟啦 我們到時候城底啊 或者是下個傭靈站著預判她的公主啊 公主應該馬上就要來了 畢竟我們 殘局 現在啊 攻擊球在頂這裡來預判公主 順便去打進攻 左邊的刀尾這個攻擊球是非常難守的 他一直不下牌的話就會放去了 直接推他 有火法的傷害應該是夠 火法非常弱 覺醒火法非常弱 一個盾的話能扛很多傷害 今天不到幾點 11點 為什麼不帶刺客啊 帶刺客不強啊 這不是先下火法還是先下小王子好呢 右邊我們是不打算跟狼的 攻擊他 我去這麼多帶攻擊他的媽 我去掉那麼多血啊 不過他掉的更多 上來就皮卡丘有點不習慣 怎麼了 但刺客同塔快啊 你現在這個白門不好打兩路啊 這個刀塔的白門不好打兩路 多一個法術配個虛風法術要好一些 比較厲害 他攻擊他的話 你看我們打兩路他壓力就很大 他如果是刀塔的話 右邊都可以不解 稍微賣一賣 攻擊他賣的話就直接被破塔 想錢一點啊 早點別加一下 右邊先不下牌 我們這個可以直接下臉上 直接下臉上 或者是不介意也是可以的 那我們也是要演示一下 這個火法的各種用處啊 這邊敵上皮卡 趕下打出來 漂亮啊 這也不要開技能的 他有盾牌的 不用直接墊啊 完全墊 也要墊個好時機 不得你看到地獄龍就墊一下 那樣的話 小店的身位就沒有絕大化了 沒著刀塔後面肯定還是會削弱的 或者是 出一個新的塔 拼一下 怎麼樣 你說 哎呀 我覺得炮塔都還不錯 今天出的炮塔還不錯 你說炮塔強吧 嗨 有很多的地獄 到他的話 還是挺全面的 不過這個塔升級的難度也不算太大 就是一張卡牌嘛的運勢 升一張卡升到職務機 不過這個刀塔的話得是傳奇卡 傳奇卡可能要難生一點 只要不是英雄卡其實都好生 三法術走路到天狗怎麼辦 怎麼打 三法術也挺不怕天狗的呀 我們右邊下小王子的話得頂皮卡 直接成立皮卡的話他肯定有點是會給我們換路 所以這一波是不太好守 不太好守他換路 這樣的話我們只能說 先下皮卡 他看到我們之後再墊他一下 哎呀我手機也沒開出來完了完了完了我的費用費用快還給我呀 沒打 沒打 3級墨加打吧 天狗怎麼打胖子 天狗打胖子的話要留好地獄龍了得看他是幾對狗 現在胖子只帶一個活法的話天狗是好打的 如果是暗夜女巫加活法的話盡量跟他打一弩 打通路的話不好打 打通路打不住 一個賽季能拿多少外卡 光衝天P的話就 能拿5萬 終於挑戰的話給的外卡其實不多 不太多 還差2年打過 往左邊頂啊 過於全會把K卡往左邊推 這樣的話他們胖子用R不到 會拉到利弩 右邊直接虛無法度打掉 小王子能放我跟就不跟了 我滑下這個位置 那時候跟他小王子單挑也是能打過的,能不能砍到,砍不到 先給個小王子 溫水底上,這一波他肯定守住右邊,肯定用小皮卡換路啊 現在的話就來不及了 沒有打到塔 打到塔了 打到塔 打到塔,活動模式 按完阿 或是單人活動 都是比較好的 為什麽沒來啊,這幾天虎牙不顯示彈幕 怎麽加我的好友,二十幾分之牌就加好友啊 因為這遊戲好友有上限,只能加300塊了 所以 我們還是要有一定的要求 只給 我們的鐵粉 加卡 兩套卡15技能值多少錢 不知道 如果是國際服的話 可能 挺值得 國服的話 他耗很多啊 沒得要 我去玩啦 玩啦 玩啦玩啦玩啦 別鬥一下 別鬥一下 確實你那牌子但是你也是鐵粉 那如果說我這個好友位只能給 一些人的話 你沒有牌子 那些有牌子 你也是鐵粉,他是鐵粉,那你覺得我這個應該給誰呢 這位是 哇,這不有絕技活法 很難受啊 哇對的特殊 主要是好有位,他也有上限 我刚见国际普通号的时候都随便给 我以为没有上限,没想到 上限那么的低 有点亏呀我去 被他活板一起给解掉了 这个冲动了,很危险 我记住好友,20几分之牌 我20几分之牌 45年前的瓶子 联赛指板骑士桶现在回天这卡组还能用吗 啊 你要有一个觉醒电塔 你得买一个觉醒电塔估计25块钱35块钱 现在飞桶很厉害 觉醒电塔 很厉害 有玩个觉醒电塔就行了 你觉醒个电塔就行了 现在骑士桶就很厉害 但是你 吃操作 不是说我下个 下个飞桶,每一波都能打到 这个很吃操作的 你可以上号40 多觉醒电塔 我能告诉你的就是多觉醒电塔 飞桶少丢 多桥头公主 多砸火箭 飞桶少丢啊 不要一直丢飞桶 飞桶只有对面不好解的时候丢 对面好解的时候你飞桶最多就捅两下 有点危险啊 过去 过去 有点危险啊 没有小电 来电他 哎哟 哎哟哎哟 哈哈哈哈 我没有这个表情,哪个啊,这个嘛 这个国库应该有 哪个表情 皮卡锤带小王子跟电法的强度差不多吗 他差很多啊 这电法就没用了 原本就说完全没用了,电法配合我们这个塔就没有用 我们这个塔就是一波爆发打出去,你这个电法打控制的有什么用 我没有 我们不需要 我们需要打伤害 电法打控制 没有东西给你输出啊 来虚我啦 他血球加虚弱了,直接给他打不住 气球 没有气球 塞法术 为什么国库没有送绝职的活动啊,因为国库现在没有人管 也是挺难送的呀 小王子下的位置不太对啊,但是怕是属到肩膏 他没有气球的,右边没有什么压力 下了兵 少掉 不不太对啊 我被他抖出來 他這波沒有地面了 他只有兩層地面,這波他只能用虛空法術來擋我們 這波肯定又有覺醒瓦斯里拉 又沒地面了 斬殺了 他輸了還高興 這遊戲是這樣的 我玩不玩天狗,我偶爾玩 我不是天狗專業 但是我的天狗玩得不錯 天狗的話現在要么就是狗球 帶雪球加徐童,或者是劍雨加徐童 要么就是為了 打這個battle 打這種公主,公主偷卡體系的 不帶 不帶氣球啊,三個法術 但是打別的卡組一般是不好打的 一般還是,天狗一般還是帶一個狗球體系比較好 等這個快死的時候啊 來著偷襲,沒偷上 擋一下公主了要 順便覺醒一下 小貝來玩,現在這個,對面這套很厲害 對面這套很厲害很強 帶覺醒電塔的 他怎麼虧背,我們都很難打進去 這不還有覺醒小骷髏啊,你還得留個劍雨的背哦 你看他有這玩意啊 很難受啊 這技能看出來也沒用啊,舒服法術來不及打這塔 下了騎士,地獄塔 有吧 劍雨少票,其實下舒服法術更好一點 這一波他肯定團火加飛頭啊 但是他肯定解掉啊 他這個覺醒的火把,這樣子給他 打掉挺虧的 小店他落地之後墊出去就不會被打到啊,我不再墊完 下場小王子 他這個下頭有點著急啊,這一波我們必擋騎士的啊,他還敢下橋的公主啊 簡直就是找死 可以打掉吧,可以打掉啊 打不掉的話挺危險 這邊先別煩啊,這邊先給我攻擊槍別急著根,急著根肯定吃火箭了 這一波進攻失敗了 這也是前面 最後一個小雜寶 最後一個小雜寶 中 他咬過去,找了 我還是把他給破掉了 天卡錘還能帶進化騎士吧,天卡錘別帶進化騎士吧,沒用 帶進化騎士打不進去,會磨血磨死了 像我這套這樣覺醒是比較好的 這套帶三法術 帶兩個法術很多兵解不掉,三個法術是剛剛好 然後幽靈的話,解什麼鑽機啊,當一個群工 皮卡的話也適當時機成敵 皮卡配攻擊錘衝進去 沒有那麼怕建築 當然遇到覺醒電塔的話還是挺難的 確醒電塔什麼效果啊 下出來的時候會有道電,他只要露頭就會 出一道電,出一道小電 大範圍的小電 然後死了之後還會出一道大範圍的小電 結果他下出來啊,至少會有兩道電 這個就很厲害 不用急著掃 皮卡洋的,皮卡洋的一般 皮卡洋也是三法術,襯他的,我們這套差不多,但是我們這工人錘進攻要比羊厲害 羊的話 沒有傷,沒有太大的傷害 而且羊的廢物高啊 我被有的時候確實不好下出來 還可以唷 這個會不會往後補 哎喲,差點沒扛住 小的不錯 右邊差不多斬殺兩個劍 這版本家居厲害嗎,一般 這個版本只有武僧家居 來玩一玩 但是武僧家居也不是每一步都輸家居的 靠武僧家居來擺台這個刀塔 他也丟個劍去斬殺他,我就怕他進攻 把B我們丟個劍羽出來 然後我們劍羽不好斬殺他 但是現在的話我們有足夠的費用 沒有虛空法座斬 他有三個家居還不厲害嗎,那就抓卡組 這家居還是電塔的賽機,蠻大肯定 這電塔下出來就無敵 對面這個卡 就很強了 全力防守,然後公主蹭我們 到後期還能丟火箭 我們也是打他沒什麼辦法的 這波他可以頂個皮卡,畢竟他手上沒有電 頂得極限一點,他直接不回落了,有小破羅,小店準備一下 人砍到 因為他的刀很長 但是他是被他給擋下來了 他已經有小,有輪到個公主了,他現在下公主的話少個劍羽 待會下的話我們攻擊區可以擋住他 這個要擋一下,我們劍打 這不是電塔,然後下一步他是計劃電塔 哇,非常難受 這公主肯定要來了,直接預判打 我預判不行啊,不能調查怎麼寫啊,不然我們後期不好組織進攻 我必須得 限制一下對面 我是個轉機啊,火把直接預判前面是最好的 但是還是被打到了,我去非常可惡啊,再給我一點點的費用 必須把他這波計劃電塔給破掉 剛好掃到 剛好掃到 過去沒打過啊 小王子也不要太下太極,下太極吃毒 下個幽靈在這個位置 漂亮啊,小王子下這 他這套不是火箭啊 這個皮卡不要下太厚啊 騎士死了之後,他可能要下喬德魯夫的 沒給他打掉 跟火把啊,攻擊拳先別下 這也沒有計劃電塔,下出去的話不太理智 想說介意 沒有毒藥的小王子可以下血了 連續面打一下公主 這個還是非常難受啊 打掉打掉 一直沒有把他的電塔給逼出來啊 要開技能啊 差點看 別怕他下路下公主啊 然後來打破了 有人跟他有什麼人 他們沒把他打破 把他打破了 打破了 這點各個 不一樣的 嗯 就像他 有個大把 我去,這電腦太難了 這樣的便打進去 傢俱是不是刻那個自閉火箭卡托 也不算泰克,還是會被對面火箭給砸死 趕快這把只能靠法術把他給刺贏 像一個胖子 幽靈的隱形砍一刀其實就解掉了,這一波我們賺了蠻多費用的皮卡直接頂上 砸虧啊 砸虧啊 為什麼不帶遊俠,都什麼年代的為什麼不帶遊俠 刀塔又要被削了,削什麼 魔法術 把他拿火箭給別人出來 等這個槌子爆開但是轉移傷害 這一波傷害還是打得很久的 他只有一個火把對抗沒有鳳凰 我們這一把打得不難打 這一波他招了 哎喲 我去很難防了他 沒一波防滿 皮特要死掉了 我們來試打敗 快打敗 說是 吃一條 食用 快打敗 吃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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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挑戰 吃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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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全這樣都沒有碰到 還好我們有一點點的懸念優勢啊這個時候就得 想辦法狗住了 畢竟他是有孽夫的 哇去守不住啊 哎呀我 哎呀我 怎麼回事 哎二連鬼 還是沒有覺醒小店還是守不住的